脸部造无人机画伤缝30帧 柯震东PO动漫毁容照 柯震东今天惊传拍摄影集机身其中一场动作细时 因近距离捕捉脸部特写 无人机疑似突然失灵 急速坠毁在他面前 柯震东脸部遭到碎片划破 当场鲜血直流 送医后缝合20到30帧 经纪人对此证实 脸部严重迫向 目前正在积极治疗中 艺人不是超人 专心工作无暇应变身边飞来横祸 这些影片应该情绪起估相当大对不对 没有揣摩自己的角色的含截 但是毕竟一些风窗 然后现在在顺罪 还蛮好揣摩 可以稍微讲一下 柯震东西到什么样的状态 没有剧透的状态 我不知道我很容易讲错话 我觉得打戏吧 我已经五六年没拍打戏 上次是都没上映 对 不过机身剧组说明 这场意外发生于12月27号晚间 现场并无发生无人机爆炸 叶片四射状况 但无人机因不明原因意外撞上柯震东脸部全骨区 由于伤到脸部 柯震东经纪人也有安排使用较细致的处理方式缝针 与一般急诊不同 自然缝针数会比较多 剧组对柯震东与经纪人感到相当遗憾 以及抱歉 目前正在积极调查意外发生的原因 而男主角柯震东戏份已全数中断拍摄 待完成康复才会回到工作岗位 剧组目前会先复工拍摄其他场次 影集机身改编自台湾鬼才作家 新子同名畅销小说 堪比为东方版《康斯坦丁曲抹神探》 男主角柯震东在片中 饰演完事不公的机身韩杰 虽然意外发生后 柯震东被紧急送衣缝合伤口 但收复时间仍是未知数 不幸中的大幸是没伤及眼睛 柯震东今年三月将上映的首部 指导电影《黑的教育》 宣传其能否现身还有待观察 而他近期发文情绪也明显受到影响 我对我的未来感到忧虑 决定好好休息一阵子 毕竟还找不到面对的勇气 他忘记世界长什么样 出门走走 新年快乐 新的一年希望自己能回到过去的模样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